男人是只凶悍的狮子怪 可他却长得一条蝎子的纹了 如此奇葩的混种伟森 不仅有狮子的凶猫 还有蝎子的剧毒针刺 一旦被他盯上 下场只有透心良心悲凉 这晚 一个男人刚到家 就发现屋里有些不对劲 身为退役士兵的他 立马拿枪警觉起来 可当他走到大厅时 却发现自己引以为傲的荣誉证书 被人弄掉在了地上 他当要捡起来了 面前就冲出了一只怪物 将他撞在墙上 男人抬头一看 竟是一只尸头歇尾的伟森怪物 还没等男人叫救命 就被他一击独刺穿凶 当场没了性命 第二天一早 警方接到报警 火速赶到了现场 老吴说死者是一名安保公司的保镖 专门给富豪提供服务 今天他老板发现死者缺气 这才报了警 他们进屋一看 死者朗恩的胸口有一个大洞 从胸骨贯穿到了后背 本以为是他遇袭时 与人交火被枪伤的 可这么大的洞 肯定会留下一大片血迹 况且现场也没有发现被人闯入的痕迹 这时 阿伟在地上看到死者的荣誉证书 奇怪的是 里面却只剩下了癫狂 荣誉勋章全被取走了 可这种东西有谁会为了拿到他 从而去杀人呢 随后 他们找到死者的同事特洛伊 从他口中得知 朗恩和他都是退役士兵 在伊拉克训练了好几年 枪斗舞斗是不可能吃亏的 朗恩的死也让他觉得离谱 话音刚落 他就接到了老板麦卡 电话 说见到了曾经的女战友法兰奇 特洛伊听完大惊失色 可没等他问清楚 麦卡就说让他多加小心 接着就断了电话 没曾想 特洛伊刚到家 法兰奇就再次等候一久 没等他开口询问朗恩的事 法兰奇就亮出了手臂上的伤痕 看上去像是某个特殊的日子 话里发外还透露着 两人以前发生过不好的事情 甚至法兰奇还威胁他去报警 要不然自己会和他老婆单聊 听完 特洛伊特别慌张 想到朗恩的死 他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在他的最近账单记录 昨晚曾在酒吧消费 而他最后的通话记录 则是打给了公司 于是 两人先赶到了酒吧调查 听老板说 朗恩昨晚和一个女孩在这里喝酒 一开始 桌上还留了一张奇怪的纸张 阿强翻找垃圾袋后 拿出来一看 纸上印着的图案 竟和法兰奇手上的商议模一样 阿强一时看不出是什么意思 只能先作为证据带走 接着他们又来到朗恩的公司 老板麦卡见到他们 就递给了阿强一份资料 表示里面都是朗恩接触过的客户 可能会对调查有帮助 拿到文件后 阿伟便问他昨晚朗恩通话的内容 麦卡听完 并没有把朗恩见到法兰奇的事说出来 反而说昨晚是在对接工作 可这话却让阿伟心生疑惑 因为朗恩是在酒吧见到法兰奇之后 才给他打了电话 阿伟便问他认不认识那个女 他表示自己不了解朗恩的私生 看到阿强拿出那张餐厅的纸巾后 他依旧表示自己不知情 但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出 他和这件事脱不开关系 得知是法兰奇留下的纸巾 为了调整自己紧张的状态 他赶紧开玩笑地说 或许是朗恩加了那个女 才遭到杀身之祸吧 问不到什么有用信息 两人正要离开 可转身时 阿伟在房间里看到了一张部队合照 上面除了他和朗恩外 还有特洛伊和另一名士兵的身影 麦克说那三人都是自己的员工 另一名士兵罗伯在一年前就辞职了 见状 阿强赶紧派了张照回去调查 很快 他们来到警局 将照片进行人脸对比后 果不其然 照片上的四人同属一个部队 还都去过伊拉克湖兵役 而阿伟也查到了新线索 照片上的士兵罗伯 在一周前被人杀害 释出反常必有妖 两人赶紧托队长调来他的案件报告 果不其然 罗伯也是被人用东西刺穿胸口遇害 现在照片上的四人已经挂了脸 阿强怀疑是不是他们有私人恩怨 为了查清楚几人的关系 队长建议他们去联系 其部队的指挥官了解情况 随后 他们打给了指挥官德赛 电话接通后 几人看到他在外地话聊 赶紧把事情告诉了他 得知朗恩的死后 他把部队里发生过的事情说了出来 原来 照片上只有朗恩是他的手下 其他三人都是外包的雇佣兵 而在他们服役期间也犯下不少罪行 其中包括抢小孩的棒棒糖吃 偷喝农户加喂牛的水 甚至侵害了同部队的一名领兵 身为指挥官的他得知这档恶劣的事情 立马向上级汇报 可得到的结果却是不要理会 最后他只能上交保密投诉 但都奈何不了解 直到现在一直都没有笑 阿强赶紧问他那领女兵的名字 以及受害日期 没想到 和法兰奇留下的纸巾数字对手 说完德赛便关断了电话 可他起身时 所处的房间并不是医院 而是当地的一家旅馆里 只见他倒满了酒杯 像是要出去搞事情一样 此时 阿强查到了法兰奇的信息 从他退役那天起 犯了几十次扰乱治安罪 最近一次则是上个月 在一个酒吧里发酒疯 而地点正是朗恩和他见面的地址 看来他现在就在本地活动 就在这时 老吴传来了新案件 死者是上次报警的特洛伊及他的妻子 听完 他们赶紧前往特洛伊家 一进门 就看到特洛伊夫妻俩躺倒在地 死状和朗恩一模一样 看来凶手是同一人 而阿强也在现场找到了一张被撕碎的纸杖 上面是特洛伊畅谱的文字 没等阿强研究清楚 老吴再次打来电话 他说罗伯和朗恩的死都有共同 那就是伤口处有大量的歇毒 听完 两人肯定这次的凶手就是伟森了 而阿强从特洛伊的忏悔书 也看到了和法兰奇纸巾上一样的数字 这么一来 凶手只有他了 为了对付法兰奇 他们来到房车查补书 在上面找到了对应的资料 那是一种名叫歇士怪的伟森 是一种古老的混种怪物 他们的尾巴拥有大量的剧毒 中世纪时期 常出现在士兵队伍 了解清楚对手的信息 阿强觉得法兰奇下一个目标 肯定是还存活着的麦卡 可没等几人出发 法兰奇就来到了他公司楼下 只见他伸出克满遇害数字的手臂 砸向了麦克的挡风玻璃 怒骂他还记不记得这个日子 麦卡本想掏枪以绝后患 没曾想 阿强几人正好赶到 这才避免了命案发生 随后 法兰奇被带回了警局 听到阿强说自己杀了朗恩三人 他连忙否认此事 说自己才是受害者 当初服役时 自己被他们侵害 现在都没有结果 他找朗恩几人 只是想让他们给自己道歉 然而 阿强听完却觉得他是在狡辩 毕竟唯一和几人有仇只有他 为了问清楚 阿强坦白了格林身份 说他就是凶手 而且还是这些事怪 却不料 看到法兰奇的原形红 阿强两人哭哭打理 这次脸丢大了 为了掩饰尴尬 阿强连忙问他 在他找几人的期间 有谁知道此事 听到法兰奇说找过指挥官德赛后 阿强预感到的不妙 于是 他们连忙让法兰奇打理他 而他们则是在一旁锁定位置 然而 法兰奇刚开口 老谋深算了德赛 就问他是不是跟警察在一起 法兰奇听完也没有否认 接着就劝他说出实情 话音刚落 警方就锁定了德赛的位置 阿强几人赶紧前往目的地 此时 德赛约见了唯一存活的麦卡 一碰面 他就把几人投诉报道拿了出来 复述了他们的罪行后 德赛威胁他赶紧认罪 麦卡本以为他是来要封口费 可人家只想要的交代 见状 麦卡直接抢走了投诉文件 正要离开现场 就听到德赛说朗恩和罗伯是他杀的 但唯独没杀特洛伊夫妻俩 麦卡听完 表示特洛伊想要自首卖队伍 他只不过是去解决问题吧 气氛到了这 两人势必也要拼得你死我活 只见他们走到各自身前 果断献出了原形 没想到 两人竞权是歇士怪 在这场缠斗中 他们打得故乡上下 甚至我剪及时 都分不清到底谁是谁 好在 其中一只歇士怪率先倒地 这才看清他们的身份 而麦卡看到倒地的德赛猴 果断用尾巴刺向他 不料被躲了过去 还被德赛用刀反击了回去 被刺痛的麦卡恢复人样 一心只想干掉德赛 关键时刻 阿强两人赶到 可麦卡已经被愤怒冲昏头脑 他捡起刀就刺向了德赛 当着警察的面干掉了他 这结果就是德赛想要的结果 最后 阿强把特洛伊撕毁的畅谎书 拼凑了出来 法兰奇见到上面的道歉 心情顿时变得愉悦起来 但这结果付出的代价太大 德赛因为杀害朗恩两人被逮捕 而且他已经化癌多年 只剩下三个月的寿命 看来他是想在死前 给法兰奇一个结果吧 听到这 法兰奇感叹德赛付出的心绪 一个女兵遭到如此不公 他能一直记到现在 如果德赛换个方式处理 可能结局会更好 我是野球 咱们下部剧再见